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西藏自治区负责人 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0年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表示 和平解放70年来 西藏在党的领导下 进行民主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央政府累计投入1.63万亿元 智藏 稳藏 心藏 今天的西藏 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民族宗教工作 创新推进 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地区生产总值 由1951年的1.29亿元 增加到2020年的1902.74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 增长了321.5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为西藏工作 把舵定向提出了 新时代党的智藏方略 支持西藏解决了许多 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建成了川藏公路 青藏公路 贡嘎机场 藏木电站等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 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 吴英杰介绍 下一步西藏将扎实做好 稳定发展 生态墙边等各项工作 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中文字幕提供